说起德云社最丑的演员 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烧饼朱云峰 烧饼13岁就开始跟着郭德纲学习相声 因为小时候脸上的雀斑 再加上脸比较胖 所以被师兄们戏称烧饼 虽然现在的烧饼看上去颜值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喜爱健身的烧饼 在身材上可谓是德云社屈指可数的 用郭德纲的话说 小时候的烧饼长得寒碜 现如今不是烧饼长开了 是郭老师想开了 这烧饼我特别感慨 怎么呢 长大了也结婚有孩子了 是啊 来的时候这么大 小孩长得那个寒碜了 跟现在差不多 现在反正也不是他长开了 现在是我想开了 都说人的另一半可以影响下一代的颜值 在这个观点 在烧饼这儿可能没有实现 烧饼的老婆可以说长得非常漂亮 身材高挑 长相清纯俏丽 用情消贤的话说 饼嫂非常漂亮 拥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 按理说烧饼的儿子应该也是非常漂亮 但在烧饼晒出大儿子烧卖的照片时候 所有网友都不由地惊叹 烧饼基因的强大 完全避开了貌美如花的妈妈 小眼睛 厚脸皮 从五官到神态 都和爸爸十分神似 很多网友都调侃烧饼 表示烧饼虽然娶了一个美娇妻 但是小瞧了自己的基因 烧卖以后可以紫成副业 登台说相声 父子俩一模一样 而饼嫂却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简直跟烧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虽然长相和父亲烧饼一样 但是烧卖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为此饼嫂还特意晒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和烧卖的照片 并说道 这么看还是有我的基因吧 但网友们却调侃到 嫂子别再挣扎了 你赢不了饼哥的 现实无力改变 的确身高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想让饼嫂有参与感 于是烧饼的二儿子诞生了 起名叫饼干 这次饼嫂终于搬回一局 在饼嫂发的照片中 饼干还在熟睡中 虽然眼睛没有睁开 但看那嘴唇和鼻子跟饼嫂很像 很多网友都在下面调侃道 希望这次烧饼 重在参与饼嫂搬回一局 如今的烧饼可以说是 事业爱情双丰收 虽然烧饼长相不是特别好看 但夫妻二人婚后生活非常甜蜜幸福 而且还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儿子 在事业上烧饼可以说是德云社不可或缺的人才 管理着德云社舞队 同时也在为了当上德云社副总努力着 人的长相确实能够加分 但是加分项绝不是只有这一项 饼嫂的颜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烧饼和饼嫂在一起被人经常调侃称 美女与野兽 但烧饼能娶到这样一位大美女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正所谓 好看的皮囊千篇于绿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上烧饼有趣的灵魂 一个人善良和才华很重要 烧饼有才 人也善良 能赚钱养家 能抵挡诱惑 还能居家带娃 这样的好男人 有谁能够拒绝呢